1974年 時任英國首相希斯訪問北京 已經沒有露面的毛澤東 在他的書房會見希斯 陪他一起會見的是 第二次復出的鄧小平 毛澤東對希斯說 中國的統一我是見不到 他又指著鄧小平說 這就是他們的事了 鄧小平將毛澤東的話 視為一種歷史託符 銘記於心 他第三次復出之後 面對千頭萬歲的國內問題 鄧小平始終將中國統一大業 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在鄧小平的推動下 中國對台灣統一的問題 提出了很多切相 最有代表性的是 葉劍英提出對台灣的九條政策 其中提到統一之後的台灣 可設立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 保留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 一國兩制的構想 首先是從解決台灣問題提出來的 1982年1月11日 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說 九條方針政策是以葉劍英名義提出來的 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他把它點名了 但九條對台灣人的討論 小平等都是親自參與其事的 葉劍條提出之後 台灣方面未作出積極的反應 反而英國就香港1997年租約的問題 在這段時間不停試探中國的反應 1979年到1997年沒有多少年了 是吧 那時候批朱月第七至少有50年嘛 人家才買你的地 不然的話誰買你的地 所以他感覺這個問題有一個迫切性 需要解決 但是新建朱月呢 雖然是不批凳條 也我們不承認的 但是擺在那兒 他銀行制告是規定的 他的管制只能到1997年 他銀行制告是規定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逼得他不來跟我們水泰 這個問題 香港問題的態出 令鄧小平 將原本為台灣所設的 一國兩制救賞 首先放在香港的背景上來實施 其實收回香港 對中國只是舉手之路 1949年解放軍 在羅湖橋止步 是因為毛澤東和周恩來覺得 保留香港當時的地位 對中國有好處 老實說 香港對我們有用 香港對我們有用 不必收回 維持現狀 暫時維持現狀 因此鐵帆軍打到廣州 打到廣東 廣東省委 到中央來討論問題的時候 老子們中央又當面 詳細講了這些問題 但是中國政府對外的口徑 就一直說 不承認有關香港的三個 不平等電約 香港的主權屬於中國 始終有一天會收回 中央來討論問題 中央總理用的話 就是 是個床口 是一個氣象站 是一個瞭望台 我們保留它 還有用 在香港的大學 就把那些人講 說在座的年輕人 會看到的 說在香港 會看到這一天 不過來日方向場 你們問快不快 什麼時候 我不能說 總之來日方向場 年輕人一定會看到 香港由於這種特殊的特殊 地位和環境 令它在中國大陸 邊緒 不單止可以相安無事地生存 還可以發展迅速 到了1967年 這種平衡幾乎被一場革命粉碎 香港政府鎮壓六七暴動 捉路了文革中 大陸的造反派 憤怒的人群 齊襲英國駐京代辦處抗議 要求英國代辦認罪 最後發展到火燒英國代辦處 事件令到中英關係急劇惡化 當時中國調動軍隊 在深圳的羅湖橋邊 香港局勢十分緊張 這個時候說到黃永勝 在那裏 說到黃永勝 他已經大軍開到羅湖邊境了 他已經把大軍佈置在羅湖邊境了 隨時準備開軍香港 解放香港 後來周恩來總理知道了 趕緊連夜下面你支持 不准開在香港 不准動 如果開在香港的話 香港今天的局面 不是一樣的 不是現在這樣的局面 周印來即時將正在批鬥會上 並受批鬥的外交部長鎮毅 召開會緊急商討 債志祖 事態進一步惡化 周恩來總理指示 外交部副部長 趕緊急 他要出去英國代辦處的一個活動 說能指的他 要救 紅衛兵 火燒代辦處 不繞英國代辦 跪下來 等等等等這些做法 要向人家道歉 那個時候周總理也是 有的事情也無能為力 包括我們像這些小龍頭 他也想保護我們的 結果也活得無能為力 但是香港這個問題 他是下了決心不讓進去 因為這個不是一個 單單我們國內的問題 這個牽涉到一個整個 國際的大局的問題 你開進去以後 是一個外交問題 成為一個外交大問題 所以當時周恩來 是下了這個決心 這是對的 八十年代初 在中國政府 將修法香港問題 列入議程之後 在新界土地問題上 發生過兩件事 被中方認為是 港英當國的試探氣球 第一件事 是港英政府 以低價向中資的華氧公司 售出添水為一幅土地 但是華氧公司 他還不知道 這個重要的意圖 就是說 考慮九十年的問題 他還沒有這個 他這個腦子 他還沒有這個事 他作為一般 反正 天水為難 他就比較 用自己的價格買了 但是港澳辦 十分清楚這件事的敏感 他們於是游說華氧公司 盡快把手上這塊地脫手 他還好 但是沒理好處當總統 他好像也比較 他熟悉了 但是沒有很大重視 另外一件事 是香港有人建議 中港雙方在新界 合建一個新的國際機場 起好之後 由港方管理 雙方共用 那個機場當時 他不是正式提出來的 他有人在試探 有人在試探 他不是正式提出來的 實際上他也不會 同意跟我們 在新界共同建一個機場 他也不可能 他就是試探 就是對我們 對新界的態度 新界駐越的態度 他企圖用這個東西 來把我們扣住了 你如果共同建一個機場 因為這個機場 肯定要跨越九千年 我們就是默認 英方不停試探 促使香港問題 成為鄧小平 執掌中國大權之後 中國統一大業的 頭號問題 一國兩制是從中國自治 一體的 中國自己面臨了一個 香港問題 一個台灣問題 而這個問題 只有兩個方式 一個用談判的方式 一個是用物理的方式 在香港的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 我記得 那一段長時間 我曾經兩時間 他曾經說 當然是 解決英國問題 西德國還在於 俄羅斯的規定 或是解決英國問題 他曾經解決英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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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有幾十年以上 和平共處的長遠打算 幾十年後 雙方的根本分歧 已經大大削減 到那時 自然就會瓜熟蒂落 水到渠盛 1979年3月 油麻地小林公司 一艘豪華飛翔船 停泊在港外線碼頭 飛翔船中 只有七個乘客 他們是 港督麥理浩夫婦 港府政治顧問毅德毅 即後來成為 港督的韋役信夫婦 和行政局首席議員 簡悅強夫婦 另一個 是新華社香港 分社外事辦主任譚幹 他們這次坐船上廣州 轉去北京 是香港總督有史以來 第一次官式訪問大陸 麥理浩一行人 坐船到了廣州 再轉飛北京 在北京期間 他見到這位當時 擔任副總理 而實際上是 最高決策人的鄧小平 當時他提出來 主要是希望我們能夠同意 97年以後 他繼續能夠批出新界的土地 他要求他把新界土地的7月年限 能夠跨越97年 這是第一 第二呢 他要求英國人的管制 也能夠跨越97年 他提出這兩個 當時那些地產鄉 說國黨以國又發行三個 你剛才買給地產鄉 那麼地產鄉 又簽土地開業 因為根據這個作業 是1997年到期 1997年之後 要怎樣呢 麥理浩祝士 去北京訪問 提出這個問題 當時的外交部長黃華 和當時的國務院 港澳辦秘書長魯平 都參與了今次的會面 下面同志 不關什麼時候解決 總之 我們要考慮香港人民的利益 考慮外國投資者的利益 你告訴他們 讓他們放心 港督這次訪問 拉開了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 角力的罪夢 因為他是香港的港督 所以外交部不能出現 我們不是外交問題 因為我們不承認不平等條約 當時我們港澳辦是已經有了 已經成立了 我們七八年就成立港澳辦了 但是當時港澳辦是 對外是不公開的 我們也不掛牌的 我們是保密的 所以不能有港澳辦出面 所以考慮來考慮去 既然你要來的話 那只能夠有外貿部 那個時候外貿部 李強他是部長 李強都出面 請他來 麥理浩在大陸訪問了11天 他的北京之旅 在香港引起了極大關注 他當時回來 他就沒有詳細交代 他就說 北京的人說 你們要安心投資 麥理浩向香港人轉達了鄧小平 請投資者放心的訊息 不過他並沒有把鄧小平 會收回香港的講話 公之於世 麥理浩可能認為他的提議 還有轉彎的餘地 1979年7月份 英國政府正式來了一個照會 來了一個備忘錄 正式向我們提出來 就是關於新界的問題 就是剛才講的 要求我們同意 延長對新界租業的期限 可以跨越這個期限 就在這個時候 廣都和多位英國大臣相繼訪話 再次試探鄧小平對香港九七問題的態度 鄧小平重新立場 要收回香港 要投資者放心 並請英國人參考中國解決台灣問題的立場 中英雙方的教授透過各種渠道流傳到香港社會 香港人開始為前途憂心 連一些傳統左派人士對中國收回香港 都不是很理解 1982年9月 戴卓爾夫人來到北京 第三日 他和當時擔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的鄧小平 主權問題是不能夠談判的 主權問題是不能夠談判的 對香港人對香港發生災難性的影響 那麼小平重新針對這個話 也是正分相對地跟他講 所以這個香港的反應是香港人創造的 往往就不相信 離開了你英國的管治 香港就不能保持法用 不知道是否因為碰了釘 在會談之後 戴卓爾夫人好像有些心神彷彿 當她步出人民大會堂 落樓梯的時候 竟然跌了一膠 雖然是這樣 性格剛烈的戴卓爾夫人 並沒有改變她的立場 在時候的記者會上 她仍然堅持 香港問題的三個條約有效 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 中英簽訂的南京條約 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 中英又簽訂北京條約 將界限加以南的九龍地區 和整個新界區租借給英國 1898年 兩國再簽署 拓展香港戒指專條 將界限加以北的九龍地區 和整個新界區租借給英國 為期99年 在戴卓爾夫人記者會後 香港多間大學的學生會 相繼發表聲明 指出三個條約 是英國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 香港的主權 理應屬於中國 當時也有報章認同 戴卓爾夫人的觀點 結果引來獨者責罵 1982年5月 最早向中國提出香港問題的 港督麥理號卸任 新任港督尤德、李新 這年7月 尤德帶同五名兩局非官首議員到倫敦 向戴卓爾夫人獻冊 希望戴卓爾夫人向中國提出 保留英國管治權的立場 戴卓爾夫人在北京 只是提出香港的主權問題 兩局議員後來通過傳媒 才知道戴卓爾夫人的訪華內容 十分不滿 鍾示員專程去倫敦見戴卓爾夫人 極力要求行政局要了解 並且參與英政府制定談判的策略 英政府後來一直嘗試為香港民意 在中英談判裡爭取一席地位 中英會談開始之前 英國外交部次官對香港人表示 香港問題的談判 香港應作為談判一方 港督尤德亦表示 他是代表香港參與中英會談 隨後他計劃帶同新聞處長 曹廣榮想經參與會談 但中方不認同香港的談判地位 他發簽證給曹廣榮 由於香港自己本身沒有主權 這次的談判肯定是中方和英方 作最後談判上可以簽名的人 香港方面如果堅持自己成為談判的一方 其實是知己不可以為之 所以當說不可以有三腳椅 這個情況出現的時候 我們不是完全沒有心理準備 中方認為英國人打民意牌 在搞三腳椅 目的都只是想維持英國對香港的管治 由於雙方存在比較大的分歧 前幾輪的會談僵持不下 1983年7月 中英開始了第一輪正式會談 官方公佈會談是有益和有建設性 當日的股票升了5% 但是到了第三輪會談 公佈就只是剩下有益的幾個字 到第四輪會談結束的時候 連這個形容詞都沒有了 香港經濟指數隨著這些形容詞的變動 好像過山車一樣大起大落 1984年這三位議員上京會見鄧小平 就是在這種會面當中相定 中事員等人上京之前 在機場接受了記者訪問 我們會坦誠地反映香港人的意願和焦慮 我們只要說幾點 第一點就是我們香港一般人 對這個中國政府有很多過去的情形 就三反五反這樣就沒了信心 很憂慮呢 就是香港回到中國之後 香港人呢 就可能有些人就會離開這個香港 同時呢 香港人的信心就有影響 中事員事後對記者說 鄧小平不相信香港人有信心問題 中英雙方進行了多次的談判角力 直到1983年12月 英國政府認為他們在談判桌上的籌碼實在太少 於是終於決定放棄爭取1997年之後 對香港的管治權 自此中英會談先真正進入 討論實質內容的階段 這個時候 香港兩局議員 為了使道會談合乎他們的意願 推舉立法局首席議員羅寶 提出了一項動議 內容是 任何有關香港前途的建議 再達成最後協議前 必須在本局辯論 當時兩局議員的職責 是要反映香港人對這件事的意見 亦都不可以完全被英國人代表了 想當然去做 既然有這樣的歷史任務 既然坐在那個位置是要盡責 因此仍然盡量把我們所知的 用各種的途徑去諮詢香港人 對於前途的安排 是覺得怎樣 這個動議當然不會被接受 這班議員的努力 對當時中英兩國會談 並沒有產生實質性影響 1984年7月 會談的主要障礙基本清除 1984年9月 中英聯合聲明在北京草簽 香港政府同時組織代表團訪經 參加當年的國慶典禮 同年12月19日 戴卓爾夫人再度訪華 雙方正式簽署聯合聲明 正式簽署聯合聲明 當年12月19日 我們在北京草簽署聯合聲明 我們在北京草簽署聯合聲明 在北京草簽署聯合聲明 他和Margaret Thatcher 都認同 如果是可以 他們會再遇到 香港 在1997年 當時遇到 鄧小平在1997年7月1日 這個大日子來臨之前 就與世長遲 戴卓爾夫人 對此深感遺憾 在北京草簽署聯合聲明 是